我们说到这个修行 目标要明确 方法要正确 那么用功要精确 基本上就是 他一个修行的原则 他这里说 就是多文圣地址 那么观察这个五蕴森 无我无我所 非我非我所 如实的观察 如其事实 那么如实观察也 你真的这样如实观察 认可了之后 那么你一定会产生一个现象 它叫做余诸世间多无所取 就是你不会特别在意什么 特别执着什么 那么因为你 你不在意执着什么 你就不会因为那件事情的变化 有跟没有而产生 悠悲恼苦 那么有也就是这样有 没有就是这样没有 那么 就是 前天而已 有一个法师问我 他说法师 要怎么样才能做到 当别人 在说你 在骂你的时候 你可以不生气 那这件事情其实 实在是不容易做到 但是如果你不在意 如果你不在意他 那当然你就不生气了 那你非常在意 第一个是 我们叫做爱面子 每一个人 常常讲 每一个人都是有尊严的 你骂我就算了 这么刻薄的骂 骂一次就算了 骂这么多次 骂我就算了 还在那么多人面前骂我 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尊严 那真正的尊严 基本上 就是 真正的尊严就是 当你被骂的时候 你不跟他一般见识 如果他骂的对 那骂的对 那么他是在指导你 如果他骂的不对 那跟你没有关系吗 就是 你在意的不是他有没有骂你 你在意的是 我有没有像他骂的那样子 就是你要理解这种东西 就是你要注意的 不是他现在在骂的是我 你要注意的是 我有没有像他骂的那个样子 如果没有 那你有什么好生气的 如果有那你又 你又有什么 你又有什么好生气的 对不对 如果有那你应该被骂 没有错啊 如果没有啊 他骂的又不是你 所以你要注意跟在意的 并不是 谁骂你骂那些什么 而是 我有沒有像他骂的那个样子 那你知道了 事件是这样子的 那么他如果误会 如果他 我不是像他那个样子 但是因为他到处跟人家讲 变得大家都以为我是那个样子 那你又开始担心 那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这种东西 那 因为 假设所有人都误会你 假设所有人都误会你 那只是表示所有的人都跟他一个得性 事情没有查实之前 就轻易下判断 就轻易的这样的 这个来说别人 那么就是 很容易造业 很容易造业 那 我们当然讲就是说 如果遇见这种事 那么你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有沒有像他讲的那个样子 没有 有 当然 你其实你要感谢他 你要感谢 因为 他没有讲我都不知道 原来我是这样的人 想一想 有时候还真的是这样 那通常他都会是 有时候叫做 就是一分的事实 然后他夸大成五分 或九分 这样 然后就是有片段的东西 他把它描成成一个完整的 但其实 只有部分而已 通常会这样 那么 这个戒律里面叫做一分适中取片 就是 少部分嘛 你就给他讲成 好像就是这样 那只是在那边讲个话 你就说 他们两个人在那边谈恋爱 反正 反正就会这样讲 那这样 这样开始就会有一点点 就是你会觉得被 被误会 然后被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会觉得 大家都这样看待你 你很没有尊严 其实 你 我们说 如果我们遇见这种事 第一个 第一个要注意的 要注意的是 我有没有像他讲的那个样子 如果没有 那可不可以解释 可以解释 可以解释 就解释 解释不了 也不用特别解释 为什么都不听我的话 为什么要一直污蔑我 那 那是他的事 那你受不受 你受不受污蔑那是你的事 就好像 佛陀不是 佛陀不是说给我们天的吗 佛陀出去一个人一个一直骂他一直骂他嘛 佛陀就静静听他讲 讲完了之后 只是轻轻的跟他讲 如果你有一天送了很多礼物给别人 别人不接受这怎么办 就自己收回来啊 你上海送了我那么多 我都用不到 这个多厉害啊 你看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跟在意的是 我有没有像他想的那个样子 没有 那你就安心了 第2个就是 第2个就是 那我有没有 第1个是 我有没有像他讲的那个样子 他骂我批评我 讲我的那个样子 没有 没有那个你就安心 如果有 那么你就要注意 你要感谢他告诉你 就好像你脸上有大便 有一个鸟屎 他没有跟你讲你都不一直讲的 你就一直带着大便 那你一直带着这种缺点 一直到处去 那么不是他讲你 别人也会讲你 不是在面前讲你 也会在背后讲你 为什么 你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大家都不讲你并不是 你没有得讲 人家在背后讲你而已 这个人不讲你 急于轻于 其他人会讲你 那但是你如果没有这样 那你就不怕 那 你不用澄清 也有人会帮你澄清 这是第1点 这是第1点 第2点 你还要注意哪些事呢 我有没有像他那样 好没有经过事实 就是一分失踪取片 就是 因为片段我就去讲别人怎样怎样怎样 因为 我现在看到他是这样讲我的 那么 第1点 我们说 我们有没有像他讲的那样子 第2个 我们有没有像他那样子 去讲别人 这2点你注意的就好了 真的 那么 你不要小看这些事 这些事都是累积起来 都是修行 真的喔 那这个大部分我们的人 一般的人基本上没有想到这边来 他都是在 他怎么讲我 怎么误会我 怎么毁谤我 那你就很生气 这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每一个人都有烦恼嘛 带着烦恼 带着烦恼的心 讲着烦恼的话 做着烦恼的事 烦恼来烦恼去嘛 那这个是 很正常的 那现在我们学佛了 我们要 不管你是真上身心 要处理心菩提心 你一定要知道 当我们遇见这种事的时候 你第一个不是生气 也第一个不是 分析他讲了我什么 那个没有意义 你要在意的 要注意的 因为你在意什么跟注意什么 他 就是他束缚你不束缚你 就很重要 你要注意的是 第一个 我有没有像他讲的那个样子 如果没有 他为什么会误会 第二个 第二个 我有没有像他那个样子去讲人 我们有时候评判你也很容易这样啊 就 一些资讯而已 而且是听来的资讯 我们就很容易要判断嘛 这个人怎样 这个人怎样 真的 我们也会这样 有时候想一想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 只是听几个好朋友 跟我们讲那个人怎么样 我们就信了 然后信了就 就联合 就组合起来就讲那个人 只讲那个人怎样 我们就会这样 那不是他而已 那我们 既然这样的 他明明不是事实 就是 或是少分的事实 然后 然后就 用成 这个很常见 这个非常常见 我这一生也遇到过很多 那么 你要 所以 你应该把心放在哪里 注意什么 在意什么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你就习惯 人家讲你 你就开始生气 那你生气 无济于事 而且 你越来越生气 那 而且 你就会变成 说你看 他竟然就是这样 本来没有的就变成 变成事实 那所以 我们讲过 就是第一个 你要在意的是 我有没有像他讲的那个样子 第二个 我有没有像他那样去讲别人 这两个你在意 我告诉你 你注意这两点 你至少修行 会 会怎么样 这两点你如果克服了 你每次听到你就会这样想 我告诉你 你至少功力增进三成 当然这一点就不容易 真的 我告诉你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件事要平复过来也不那么容易 但是你会想 你真的看到 你真的看到这件事 而且知道 我们叫做未换礼 那你了解了在意什么 注意些什么 那你就受用些什么 那你就 远离些什么样的痛苦 束缚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这里讲 假设你真的 不止取 这个我 那么你一定会有一个现象 余住世间 都无所取 取的前面是什么 取的前面是什么 爱 爱取有 有就有 痛苦 忧悲恼苦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爱的前面就是无名 我见我爱 通常 那带着我见 在境界中 起我爱 我爱不舍 我爱不舍 叫做取 就是爱喜 赞叹 担担担 爱就常常这样讲 它就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 住 就是 不舍 你就一直 一直有这样的 一直有这样的心 那么 那个叫做取 直取 其实就是直取 那无所取就无所拙 就不会懒拙了 那 爱喜懒拙 住 拙就是 附着在上面了 就是 你一直心一直在这件事上 心一直在这种境界上 那么一直影响着你 那么当一切 一切 一切的境界都不影响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事任何人 可以让你起烦恼 有烦恼人烦恼事 但是你不起烦恼 像 沐建人 像沐建人那种解脱阿罗哈 即使后来被外道打死 打到 打到很受伤的时候 他用神通回回来 他还是努力告诉他的弟子 不要去伤害这些外道 而且告诉那些 就是 国王 不要伤害这些外道 那还是这样 家流投影 家流投影 也是被 被一个凡夫 他是被凡夫 打死 而且 头砍下来都在厕所里面 家流投影 杜众第一 那么他回回来 他也是用神通回回来 还是 努力保护那个人 就是 不要让那个人被杀死 那通常 通常你会开在主事大德里面 他都有这种特性 那个是无我的特性 无所走 他不会说 我不报复你 但是你自己有报应 不是他还是护念他 那这种 这种老实讲 如果是我我做不到 我很坦白讲我做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就是 尽量不要那么恨他 不恨他 这一点我们倒是可以 就是说 你伤害我 但不恨你 我不恨你 但你伤害我 还叫我要去帮助你 我有时候 比较 看伤害到什么程度 我不理你是我最大的 最大的慈悲 这件事情我发现不容易 不容易 我也努力在客户 但是我发现不容易 现在 俱乎凡乎还做不到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我会觉得 这些主事大德真厉害 真厉害 那佛陀 后来你会仔细看 佛陀真厉害 这些阿罗汉 说真无我是真无我的 不是随便讲一讲的 有时候我们也想学 主事大德 但是有时候学不来 就是 你没那个德恨 或者你那个智慧 真的不到那里 我讲一个 好像 上次好像也稍微有讲过 我不是有一次被那个跳蚤咬吗 抓跳蚤 之前我就看过 之前我看过那个 阴光大师的故事 阴光大师到老年 不知道几岁的时候 他房间有跳蚤 很多跳蚤 臭虫这些 然后他的施者要把他 扫干净 然后阴光大师说不要扫 为什么 留着让我惭愧 因为我感到这些不好的来咬我 就让他在这里 留着他让我 提醒反省自己 让我惭愧 阴光大师说惭愧是真的 他是叫做常惭愧生 他一个外号他自己取的 叫常惭愧生 他人家讲那个惭愧是真惭愧 那后来我不是有跳蚤吗 我就想说 阴光大师这样 阴光大师说留着让他惭愧 那些跳蚤很惭愧就自己都走了 真的那个厉害 不用扫 那个跳蚤听到真的是惭愧 自己就跑掉了 连夜搬家 我想说阴光大师 惭愧能够引发跳蚤的惭愧 我也来惭愧看看 我也说嗨啊 我很惭愧来跳蚤在这里 结果更多 不是真惭愧 人家说惭愧真的是惭愧 我们的惭愧只是要让他惭愧 所以更多 后来没办法就抓 就抓就把他捏死了 所以这种 这种不是 不是讲一讲而已 这真的是要有 没有就是没有啊 你不是觉得人家说惭愧 人家就会惭愧 啊没有 但是有时候我们修行 难免会落入这样 难免会落入这样 就觉得说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普及书下 若不成 正觉不起始作 就不起来了 你试试看 你做到死你都没有办法告诉你 就是你要全面要拒组那个因缘 你不是学人家发愿就好 没有 还要拒组因缘 还要学人家怎么修 这件事情也给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就看到那个丁光大师说 留着给我惭愧 我是说惭愧是要让那个跳蚤惭的 哪里知道越来越多 所以这种 像你 像我像这样讲 其实圣地址有这种特性 他真的是无所作 但这个不是一下子的 真的 就是从一件事一件事就要慢慢修起来的 那么由轻转 由重转轻 由多转少 你要这样慢慢修 而且 你要注意这些事 你不注意没有 你不注意每一次 每一次的境界都会让你加重 烦恼加重 每一次的境界都会让你烦恼加重 称心加重 但是如果你在意这件事 比如说没人讲我 我会在意 我又没有像他讲那个样子 我又没有像他那样子去讲别人 好 每一次都让你 都让你 智慧 决心增加嘛 因为你 你更提高警觉 你不要像他那样 既然他会这样表示他是烦恼 烦恼不自主 你变成会可怜他 你如果可以跟他讲 你跟他讲 讲不通 你会可怜他 因为他还不自觉 他不自觉但是我自觉 但是我自觉我还不能绝他 就是这样 所以你还要培养绝他的能力 还有绝他的姻缘 那你 你从这一点 你就开始会知道 你要往哪 往个地方下手 往哪个地方努力 真的 你不要看这些小事 这些是很重要的事 那么你从这一点可以自觉 你在其他地方 那个决心就会慢慢起来 其他的地方 一样有烦恼你也会自觉 但自觉要 自觉到一个程度 你的福报 智慧跟因缘 都具足了 我们这是善根福德因缘 那么多了你才有办法 绝他 你讲的带有道理 我告诉你 你不一定 人家不一定听 听了不一定接受 接受了不一定去做 何况人家一看到你 人家就不想听你讲道理 这个是有一种特质 还有一种因缘 那你知道了你就知道 我要从 为什么 我讲的都对 为什么他不听 他自己也觉得对 但是他就不接受 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 所以我们 这个是一个镜子 反射出我们的心 然后从这个镜里面 你可以觉察到什么 你在注意什么 那么你觉察注意之后 你的心里面 是增长智慧增长慈悲的 还是增长烦恼 增长忧苦的 那就知道你想的对 跟想的不对 如果这个境界是引发你的 烦恼跟忧苦 那肯定是你想错 你的佛法没在运转 如果你从这个境界里面 你看到众生的烦恼 也看到自己不起烦恼 那么又想到怎么样来帮助众生 解决这些烦恼 我告诉你 你每次这样每次这样 不用很久 你只要持续三年就好 我常常觉得三年是一个关卡 你只要持续做三年 持续每次进去来 你都能这样想三年 我告诉你 你就一定会有一个程度 一定程度的提升 你会发现 你的人变了 你旁边的人也跟着变了 你的姻缘也变了 真的会有这种事 但是你必须要 先很 先很这个 就是 很努力的 就是你要在意的东西 必须是这一部分 就是说你有没有提升这一部分 就是不要在意别人讲了你什么 你又不是跟他学 你要在意的是佛陀说了些什么 教了你什么 因为你是跟佛陀学的嘛 但是我们很奇怪 我们都是在意别人讲我什么 而不在意 佛陀教你什么 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 你要想什么 那你就随着他的话转 他的话 他的话 他的话就在你的内心一直转一直转 烦恼轮在转 可是佛法 法轮你没有转 就变成这样 那你法轮转的时候 烦恼轮就不会转 烦恼轮转的时候 法轮就不会转 法轮转的时候 他就有一种清凉 自在 解脱 有这三种特质 就是你不会热恼 你不会束缚 不会忧苦 就自在 无所拙 那么好一点的就是你会起悲心 你会创造预言 来利益他 那么再 说进来一点 那就是你自己 想办法让自己 不受他影响 不执取这个世间的烦恼 不管他讲的是烦恼话 烦恼事 烦恼人 烦恼因 烦恼严 你不受他影响 你知道世间如是如是变化 所以我们不是举那个 举那个二十一耳的那个 一样啊 六路处长队不能动气心啊 他为什么不能动气心 他善思维 如理思维 你想到哪里去 就决定 你要到哪里去 真的 这种其实要好好想 其实 他这个经的一个重点都是在 面对禁的时候 那么你 你怎么样改变 或是怎么样不变 好 所以他这里讲 因为 我们是讲到一四五经去了吗 对 我们讲到一四五经去了 无所着顾 没有一样 前面是一四四经 多文圣地子一色得解脱 那么我说解脱生了病死又被脑苦 那一四五经也是一样 前面都一样 前面都一样 后面就是讲到 与此无受因非我为法所 如此观察 如此观察于 与诸世间都无所取 无所取故无所着 前面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 我就讲到一四五经来 其实一样 后面就多一个 与诸世间无所取 就是你会有这种 不执着世间的一种习惯 那么 无所着就自觉涅槃 那么所有的烦恼 都没有办法影响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烦恼断尽的时候 烦恼根 烦恼根就是我见我爱 那你就会有解脱之见 解脱就会有解脱之见 就是自知自作证自觉 我生已尽 犯任以利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后有 这里讲是自见 一般是自见 这里是自觉 然后后面自知 好 那这个是一四五经 一四四经跟一四五经 好来看一四六经 一四六经 欲进有翻译单行本 叫做五蕴皆空经 就是唐草的义经 那么有翻译 有针对这部经翻译成五蕴皆空经 照见五蕴皆空的 五蕴皆空经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有这么一个时候 佛在波罗那 波罗那是家私国 就是路远院的地方 仙人住处 路远院中 印度有很多仙人住处 印度的仙人基本上就是解脱者 那有些就是他们习惯称他们的这些祖师大者是仙人 佛陀也用这样仙人来称古佛 古仙人就是古佛 过去佛 也叫做古仙人 古仙人道就是霸正道 古仙人就是过去佛 那仙人住处不一定是佛 就是他们说这些修行者聚集的地方 他通常是辟之佛 那个地方很多人在那边修行 有点像中国的中南山 就是有很多 很多人聚集在那边修行 类似像这样 那个就是仙人住处 那这个地方 那说路远院 在路远院 这个时候世尊告 于吴比丘 就是告 就是路远院跟吴比丘讲了 那么他说这个于吴比丘 那么于吴比丘基本上 是不是其他的吴比丘 就是说除了 初转法人的吴比丘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吴比丘 就是 可能不是初转法人那个吴比丘 所以他说 告于吴比丘 色非有我 若色有我者 于色不应病 若生 亦不得于色 欲念如是不念如是 跟前面也一样 都一样 就是 这个身体 色就是这个身体 作假之就是这个心 这个身体 因为假设他是实质既存在的实质的 实质的 一个我 有实我 有实在的我 然后佛法虽然讲无我 但是他是 有缘起的我 但没有实在的我 有缘起的我 没有实在的我 有合合的我 没有独一的我 有生灭的我 没有恒常不变的我 是讲这个的 他这里讲的就是 有一个实质的我 实在的我 独一的我 恒存的我 自主的我 讲这个 那他这里就跟他讲 身体 并没有这样的特质 没有 没有这种恒存 独一自主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 假设我们这个身体 有恒存 独一自主的这种特质 那么 身体不应该有变 这个色就是色身 这样 说起来比较容易理解 其实他指的就是色身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假设有恒常 独一自主的 这样的性质 这个就是我 那么 身体不应该病 也不应该有痛苦 那么 也 也不会说 我想要让身体 如是快乐 欲令如是快乐 不令如是痛苦 痛苦就是生病 老病时 又悲恼 那么这些 假设 假设身体 是有恒常独一自主的 实在特质 就是我们这个实在底下就是恒常独一自主 就是这样 那么 就是假设身体是实在的 有恒常独一自主的特质 那么身体不应该有病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本来没病 后来有病 他就 他就不很惨 不惨 那么 那么 我不想让他苦 可是他却痛苦 不想让他病 他却病 那个就是什么 不自主啊 所以 所以 于这个色身 不应有病 有苦 而出现 出生 就是在这个身体上不应有苦有病 生起 生起这个苦跟病 那么也 没办 也不能 在这个色身上 我想要让他 一直保持快乐 不让他 有 种种的痛苦 如是种种痛苦 欲令如是种种快乐 底下给他注解 就比较 白话讲起来比较好 好容易理解 就是 后面的色就给他加个色身 若色身有 若色身有 很长独于自主的这种特质跟性质 那么 我们这个色身不应该有病 有苦 而出生 而生起 不应该生起苦跟病 也不 也不应该 也不会说 我想让这个色身 常常快乐 那么 不让这个色身有种种痛苦 那么 而做不到 那就是 我想要让他 一直保持 健康美丽快乐 年轻 做不到 我不让他老病 那么 这个痛苦 做不到 欲令如是 不令如是 欲令我们想要他的 自主的一个特点就是 我想要他这样就这样 我不让他这样就这样 欲令如是 欲令色身 如是种种快乐 不令色身 如是种种痛苦 不得就是做不到 我做不得就是不能得到不能做到 求不得 求不得啊 做不到 所以 以色 无我 因为色身 没有这种恒常 独一自主的特质 没有 不是这样的 没有一个恒常 独一自主的 我 没有 假设有 那么 假设有 那么 你就像前面讲的 那么 你 不可能 自主了 那么我不让他痛苦 他却痛苦 我想要他快乐 他却不能快乐 有求不得 求不得这些 所以 因为 因为这个色身没有这种特质 所以 所以色身才会有病有苦生起 这个是很明显 没有恒常独一自主的性质 所以 他有病 不自主吗 有苦不自主吗 无常 所以 亦得于色 亦令如是 不令如是 那么 我们才 那么 就是他这里讲 前面是 不得 就是 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那 假设 因为色没有我 所以 我们 才会 我想要他这样 他不会这样 我不想要他这样 他却这样 不令如是 我不想要他有种种痛苦 那么 他却有种种痛苦 不令如是 他却如是 亦令如是 他却不如是 就变成这样 那么所以 你才会有 现在这种情形出现 所以 受想形式也是这样 比丘 你认为是怎样呢 色 是常 还是无常 比丘当然讲无常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因为他不断在变化嘛 从你出生 到你 到你老 从摇览到墳墓 他不断在变化 他不断在变化 没有不变化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 过了一秒钟 这个细胞就不知道死了几个 头发不知道掉了几根 皮乎蟹又掉了几个 他不断在变化 他不断在变化 只是这些细微的变化 我们在看不到而已 那血液 红血球 白血球 他其实这个身体是不断在变化的 那无常 比丘肉无常者 假设是无常的话 会因为无常而苦吗 是的 因为无常就会苦 因为流转生命的话 无常的最终 他就是什么 死 生跟死 死之后他一直变化 他就会产生苦 所以我们讲苦是有苦苦坏苦辛苦 那到无色界 八万大节 八万大节都保持同样的 但是他也有叉那叉那变化 只是说八万大节 你看不到他变化 但实际上他还是有变化 所以寿命近了 他就掉到 掉到其他地方去了 就往下掉了 他还是苦 所以无常就是苦 世尊 世尊就跟他说 那若无常苦 是变异法 变异法其实就是有违法 有违法就是 生住易灭 生灭当中他会变异 其实就是有违法 其实就是变异法 无常变异法 那么多文圣地子 还会 宁于中 还会在 这无运当中 那么只取 见识我 就是只取 有一个 恒常 独于自主 不变 实在的我吗 在这个身体当中 在这个心当中 受想形式当中 只取 这个身体就是我 只取这个身体之外 有一个我 那你说身体之外有一个我 那我应该不受身体的变化而苦啊 假设身体之外有一个我 身体变化我也不会苦啊 因为 身体不是我 无运不是我 那无运不是我 那无运变化 我应该不会感到苦啊 可是你还是会苦啊 你还是会苦 所以 你 如果 如果他是无常苦变异法 那么有智慧 知道无我的这些圣地子 那么还会在 五运当中 认为 五运就是我 认为五运之外有一个我 认为我在五运中 五运在我中 还会有这样的看法吗 比丘就跟佛讲 不会的侍尊 那么 社是这样 受想形式 也都是这样 好 那底下就开始 一样 跟一事无经一样 那么 他在从不同的角度 上去分析 我们说过 其实就是时间 空间 性 法性 法相 从这一些上去说 那么诸所有事 若过去现在未来内外 出戏好丑远近 比一切 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 这实际上就是 不管你从哪 法的哪一个角度 那么 去观察 去分析 去研究 你都没有办法 看到 这个 比如说他在这个角度有我 在这个角度 无我 他不在这个 这个角度观察不到 但这个角度观察得到 比如说你在社中看不到我 但是你在受想形式中看到我 你在 受中看不到我 但是你在社中看到我 就是你从哪一个角度 哪一个方向 去研究 去研究 分析 归纳 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 世界上所有的角度 你从法的法性 法相 法存在的时间空间 那么你从这样去 观察分析 你会发现你都找不到那一个 实在的 实在的我 恒常不便宜的我 独一制止的我 你找不到 所以你会发现 彼一切 非我 非我所 那么 如实观察 假设你如实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 彼一切 非我 非我所 所以这个 彼一切观察 应该就是 彼一切观察 诸所有色 那么 若过去 若未来 若现在 若内 若外 若出 若细 若好 若丑 若远 若近 那么你会知道 彼一切 非我 非我所 那他是告诉你 从这个地方 彼一切去观察 那么受想形式 也是这样 彼丘 多闻圣地子 与此 五受阴 见 非我 非我所 就是如实知如实见 那么 认知 确实 是无我 无我所 如是观察 一处世间 多无所取 无所取者 无所走 那么 这个也是 他变成一个例行句 那 无所取故 无所走 无所走故 自觉念旁 我身体进行方向你利益 所做宇宙 这只不受后有 那 所以 真正有修行的人 真正就是 能够 去向 向上 向上 向解脱的 我们说佛法有三种趋向 我常常讲这种事 就佛法有三种趋向 那你有没有修行 是不是在修行 那你 所以我说要 用功要精确 精确的修行 就是你要除了精确 还有很精准的 很精准的 而不是说能不能我忍耐我忍耐 我在修忍路 他在帮我消业障 有些人会这样想 想起来就好一点 但是多骂几次你就觉得 我一张真的这么重吗 要被你骂这么久吗 你又很不平了 你又很不平了 后来忍了无忍 就说 我只是忍你啊 你以为要怕你 这个不是 这个方法 这样的用功不精确 你知道吗 就没有抓到那个根本嘛 真的 你忍不久的 你看开始会忍 你看开始会很合眼的 哎呀对不起啊 哎呀帮我消了一张 谢谢你啊 心里面这样想 我告诉你 那个是安慰自己的 几次以后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受不了 那么 但是你如果从这样去观察的话 就是你那个观察的地方 在意的地方 对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种 不会有这种 好像压抑 忍耐的那种痛苦 不会 不会有 你 他越来变本加厉 他如果烦恼变本加厉 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 跟慈悲会变本加厉 而不会跟着他烦恼变本加厉 真的 你会发现到 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 烦恼 第一个他没有办法控制烦恼 那他没有办法控制烦恼 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觉察烦恼 那么没有办法控制烦恼 没有办法觉察烦恼 没有办法控制烦恼 他更不用讲 要消除烦恼 那么这样下去的话 那么他烦恼会不断照页 他未来会受苦 未来会受苦 可恶的人 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死 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 就变成是这样 那你会发现到说 如果我能够帮他 能够让他知道 他的一些错误 当然很好 就是你有自觉的能力 你还不一定有觉得他的能力 但是有自觉的能力是第一步 很重要 非常重要 那你跟他一样不自觉 不会控制烦恼 不会觉察烦恼 不会控制烦恼 不会解决烦恼 这是三大问题 真的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就算控制不了烦恼 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在烦恼 那么进一步你就会控制烦恼 我虽然没有办法消除烦恼 至少我会控制烦恼 不让他扩大 不扩大他就是一个用功 一个一个慢慢慢慢他就会缩小 等到你智慧起来力量起来的时候 那么你在学习佛法 你就有方法对治他 那就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到 我越来越自在 真的 向上 你所想的都是比较好的 你不会 不太容易起烦恼 不是不会 但不容易 起烦恼的时间也不长 起烦恼的程度不重 起烦恼的次数不多 你一定会发现到这种情形 这个时候就是表示你在怎么样 不断往上 你修一天就有一天的功力 就累积一天的力量 善根福德因缘 修一年就累积一年的善根福德因缘 如果没有 你修一天就累积一天的烦恼跟压力 面对一次的境界就增加一次的压力 但是如果你有智慧 那么你面对一次的境界 你就增加一次的抗压能力 就增加一次的这种 这一种对 就是面对烦恼的能力 智慧跟慈悲都增长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常常观察自己有没有这样 烦恼的次数有没有减少 烦恼的程度有没有减轻 烦恼的时间有没有缩短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慢慢慢慢久了 你一定会产生一种现象 就是你对世间 一切烦恼的众生会起怜悯心 所以你后来会发现 世间没有可恶的人 只有可怜的人 这个也是佛陀说的 只有可怜的人 没有可恶的人 这些可恶的人其实都是可怜的 他自己做不了主 他都是烦恼在做主 烦恼贼在他家当家做主 那我们不是 我们是家里面有贼 但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底下 他是平常大事是我做主 小事才他做主 我们只有起小烦恼而已 不会起大烦恼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那些珍贵的东西 你珍贵的德性不会被贼偷走 那如果没有的话 都是烦恼在做主 久了久了你的忍耐性 你的慈悲心 你觉察能力 你的用功能力 你向上的能力 基本上都会渐渐消失 渐渐消失 渐渐没有 所以杰功德杰嘛 宜教君不是有讲吗 杰功德杰 杰 抢杰的杰啦 抢杰的杰是哪一个 功德杰 就是你把你周围的功德 这个贼就是抢你的功德 就是你烦恼多了 烦恼贼他会让你 这个 这个 功德就这些德性 好的德性慢慢慢慢不见 修行基本上就是道德的圆满 你的功德具足 那解脱是 戒定会解脱 解脱是戒定会的功德 那成佛当然是六度 布施持戒人论这些的功德 那么他含有很多 那一般来讲比如说 信戒惭愧闻舍会 那么基本上他就是这些德性 那么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佛法的 信仰越来越深刻 对自己的克制能力 越来越有利 这个就是戒嘛 那么对烦恼的觉察能力 越来越强 这个就是惨跟愧 信戒惭愧闻舍会 然后对佛法的知识越来越能通达 然后对世间 对世间的人越来越能够 越来越能够 谅解他 这个是布施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对世间越来越不执着 然后越来越有智慧 通常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你学习佛法之后 你整个身心的一个转变 那么看到世间的无常 你不以为苦 你不会感到苦 世间本来就无常 那是凡夫就会害怕 担心 忧虑 那么无常会苦 那是凡夫 但是 圣地子也会因为这个身体 无常会苦 那只是深苦 深苦心不苦 深受心不受 那所以 苦如果从 感受来讲 那么 圣地子是不以为苦的 不以为苦 不以为忧 不以为老 不会没有忧悲劳苦 那么对于愿正会爱别离 求不得这些 他没有所求 他没有所怨 他没有所爱 没有爱乐拦着 没有怨恨 没有所爱 所以没有爱别离苦 没有所怨 所以没有愿正会苦 没有所求 所以没有求不得苦 没有 但是 当然我们做不到 他做不到 只是现在做不到 不代表未来做不到 现在我们渐渐朝那条路在走 所以 我们要渐渐做到 你要做到的就是这些 修行 读那么多 所谓的智慧 智慧就是 觉察烦恼的能力 控制烦恼的能力 对峙烦恼的能力 断除烦恼的能力 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个步骤而已 先觉察烦恼 然后控制烦恼 然后对峙烦恼 到最后断除烦恼 烦恼断除了就不用了 乌学 不用再学了 毕业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 学习佛法 你知道 所以用功要精确就是这样 要精确的修行 你不要都是 都是在那一些 之末 或者是 比如说 拜佛拜多少拜啊 念佛念多少生啊 然后送经送多少步啦 当然这个也重要 但 不只是在那些上 然后就是执着 一定要过无不死啊 当然 过无不死 持戒也很好 但是就是 他 重点不在那边上 这些都是要让你有那种力量 然后不起烦恼的 然后我们说戒 他基本上就有三部分嘛 一个不障碍自己修行的嘛 第二个不障碍别人修行的嘛 第三个不障碍那一些 不学博的人的嘛 那就三大 道德鬼犯 你是有沙道淫望 你就有 你就有 业障 烦恼状 暴障 你哪里能够修行 你就有三途八难啊 三途八难的障碍 你哪里能够修行 所以 沙道淫望这个是道德鬼犯的 信件 另外一个你不障碍别人修行 你障碍别人修行 别人也会障碍你修行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团体规约嘛 在团体中跟团体一样 那么 大家 大家共同的规定 共同的修行 那么 这样彼此 不干扰 彼此互相配合 那么这个是 不障碍别人修行 戒善言不戒恶言 那么 那么 前面的是道德鬼犯 就是修 出世间法 不修世间法 就是 不要走沙道道的远 不障碍自己修行 不障碍别人修行 团体规约 那不障碍那一些 不是 不损 不损伤已经学佛人的信心 那不障碍那些还没学佛的人 那么对佛法有 错误的知见 因为他看到你就觉得 那外界人都这样 那副教徒都这样 他就不想学佛了 不要啦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的行为准则 在家出教都有行为准则 就说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那他有他都有戒 这部分基本上是 让 让已经学佛的人因为你 对佛法更有信心 那没有学佛的人 因为你 对佛法产生信心 兴趣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你不障碍 那些没有学佛的 增加学佛的人的信心 那么不会 让人家退心 那也不会让人家不敢 来学佛 不想来学佛 借基本上就是三部分而已 最主要的当然像我们 我们 在日常生活里面 很多 很多的观念你都必须要从根本上去做 不然你都是在做那些 还好像在用功 你会发现到越用功 烦恼越重 那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不在于你多精进 在于你多清净 那真正的精进 真正的精进 是心精进 是依法得心清净 不是依律 得什么 得身清净 得身烦恼 那种清净不是表面的 要实质的 没有烦恼 自己没烦恼 这是最重要的 净心地义嘛 净心地义 从菩萨道来讲 净心地义还不够 还要立他为上 还要让别人没烦恼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殷胜导师很厉害 两句话八个字 就把 就把佛法的重点讲出来了 净心地义 立他为上 那这个也是我们 从这个准则里面 发现到 我们在面对 共住的一些人 外面的人 通常都是这样嘛 你自己 修行他基本上面对三个层次 第一个你自己 第二个跟你共修的这些人 第三个外面看着你修行的人 就这三个嘛 通常就三圈啊你知道吗 所以借力基本上就从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是你自己 这是自己 第一个要面对的是自己 那自己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 一定有三部分 跟自己相关的一定有三部分 就自己的身心 自己的身心 我身体啦 我身体啦 我的身体怎么样啦 我想怎么样 我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啦 自己的境界 我所面对的这些种种的自己的境界 自己的身心 那么一定是一定有这个身心境界的东西 这个就是五运六处啊 通常就是这样啊 那五运六处回归来都是自己啊 其实是这样 然后 那么自己之外的 就是 自己之外团体 因为你不是自己 因为身团那是一个团体嘛 有一个一个修行的自己 同一思学如水旅河 就是这个团体 这是团体 那你在团 扩大来就是 你在这里 那这个团体里面有很多像你一样的人 共修的团体 共修共住 那么 同一思学 同一指数 同一结盟 那么 就是共住的团体 这是团体 共住的 这是团体 这有一个一个的团体 比如说你这户国士在这里 比如说湘宁金色在这里 比如说湘宁市在这里 比如说 郑爵金色在这里 一个一个团体 一个团体的属性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一个佛教的团体 这一个是佛教团体 那佛教之外 也有 有其他的团体 外大的团体 基督教的什么 世间的 那变成你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应该是这样话才比较对 这自己 扩大 那自己有身心跟境界的问题 你自己在这里 那你的团体在这里 你的团体在这里 那佛教的团体在这里 那世间 那怎么看待这个佛教 世间怎么看待这个佛教 佛教怎么看待你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怎么看待你 你怎么影响这个团体 你的团体怎么影响这个佛教 这个佛教怎么影响这个世间 不就这样吗 它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它有三层主要有三层 那这三层刚好就是 借律的 借律的三个原则 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 团体规约跟什么 生活准则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努力是为了努法 那么你要从自己 自己 那么清净 清净是没有烦恼 真正的清净是没有烦恼 那那些借律都是要让你没有烦恼的 第一点让自己没烦恼 没有辞取 第二点 让跟你在一起的人没烦恼 第三个 让外面看你的人 没有烦恼 它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先讲到这里 先下课